然而肿瘤壞死症候群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预防肾乙治 也就是说在发现刚才所提到的四种特色的病人 比较容易产生肿瘤壞死症候群的风险病人来讲 我们一定要给予积极的水分给予以及适当的给予一些力量性 这样可以改善所谓血管内容积 使得肾脏的血流量能够改善 进而使得肾小管里面当中的所谓的钙离子的成绩会减少 另外对于这些给予水分的病人来讲 还要适度的考虑使用腻尿剂 但是在有一些所谓的低血容量 或者是说有所谓的阻塞性的一个密尿道疾病病变的病人来讲 则不应该考虑使用腻尿剂 这种所谓的非常aggressive的给予水分 是目前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预防 肿瘤壞死症候群当中最重要的做法 它通常需要尽快的给予 而且给予的量至少是每天每平方公尺 至少要给3000cc 这样才能够维持所谓的尿液的注出量 呈现一个高注出量的动况 当肿瘤的治疗可能被延迟持缓的时候 来达到所谓的hydration的过程可以给予 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肿瘤的寂寂程度 并不是很寂寂的情况下 应该先给予适当的hydration 适当的给予灌水 再开始所谓的肿瘤治疗 才有机会避免所谓的肿瘤壞死症候群的发生 那这些对治疗的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既然是因为这些肿瘤壞死以后 肿瘤细胞在溶解以后 产生所谓的血淋增加 以及所谓的尿酸增加 这时候呢 预防肿瘤壞死症候群的治疗之前 会希望先给予水分 之后给予一些所谓的酱氧酸的 alopurinol 甚至给一些所谓的alumin hydroxide 也就是所谓的氢氧化瘤 来做所谓的0的一个吸附 通常我们会希望说 在化学治疗之前的24小时之内 就给予这些降氧酸 降尿酸的药物 以及所谓的0的一个alopuric 这样的措施呢 可以使得我们的血中的尿酸 以及所谓的0的一个burden 可以需要平线的减少 这样子而且还可以呢 达到所谓的高的一个尿液素数量 这样就可以降低所谓的尿酸 或者是说 盖磷的一个沉积 在所谓的肾脏的组织 也特别是在肾脚管当中 进而减少所谓的肾衰竭的可能性 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说 因为肾脂肪 总流细胞在坏死的过程中间 会释放出一些飘零 这些飘零 经过所谓的一个生化代谢徒型 会变成所谓的尿酸 那这些尿酸呢 会沉积在所谓的肾小管 造成肾脏的一个衰竭 所以在预防总流坏死症候群当中 Alopurinol是一个很重要的 减低尿酸的一个药物 通常 Alopurinol在 使用之后 可能没有办法迅速的降低 血重尿酸值 通常至少要到两到三天以后 才有可能会下降 特别是我们大部分使用的是 口服的Alopurinol 这种口服的生物的可律动率 只有50%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 是至少每天给300mg的 一个Alopurinol 也就是大概是要 大概是需要一天给三科 而且如果是病人 要处理 有时候还可能要使用 更高的Alopurinol 的一个治疗基点 过去有人提到说 把尿液做简化 比如说给予一些 所谓的Sodin Bicobnet 小苏打眼类的人 来简化尿液 希望可以减少 会使得尿液变成 简性 这样就可以使得 血中尿液当中的尿酸 比较容易溶解 但是千万要记住的就是 当给予 尿液简化的过程中间 通常目前还会造成 还可能会造成 有时候呢 虽然会使得尿中的尿酸 比较容易被溶出 肾脏中的尿酸的结晶 不要被溶出一碗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因为尿液的简化过程中间 反而会使得 钙磷的一个结石的成绩 在肾脏过程的情形 会更加的加剧 目前呢 对这个尿液简化的过程中 简化 对于肿瘤化石症候群的预防 目前还认为是一个非常具有 正义性的一个做法 特别是在于说 你已经有产生所谓的 钙磷的一个结晶 在所谓的肾小管当中 应该要尽量避免所谓的 尿液简化的过程中 而且呢 如果当病人 同时和病有高血磷的症候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绝对不能进行尿液的简化 再者 尿液的简化呢 可能会造成所谓的代谢性的减重图 这时候呢 可能会使得滴血钙所造成的 神经症状的异常更加的恶化 这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在肿瘤壞死症候群当中 常常会出现所谓的 因为细胞壞死 释出了钾离子 造成高血钾的情形 而高血钾如同大家所知道 容易造成心率的不整 所以必须要很积极的治疗 包括给一些所谓的 因离子的一些交换性律 的一个素质 包括Cathelet 或者给Keltsin gluconate 来Antagonalize 这些Hypercathemia 对心脏的一个效果 另外呢 有时候会给予一些Soldine Bicarbonate 或者是给Gachos 葡萄档加上Insulin 来降低血价的问题 甚至有时候呢 在肾脏功能异常的病人 我们能进行所谓的血液透析的治疗 所以总共来说 肿瘤快死的症候群 其实要先给予一些 在治疗的方法 最重要是要预防 给予足够的水分 之后呢 再给予一些所谓的 降尿酸的药物 包括口服的Aeropurina 或者是在尿酸 製造药酸合成过程中间的 后半段的Rospuricase 的一个字 至于高血铃 可以用一些所谓的 氢氧化铃 来做铃的结合 高血甲必须要用一些 所谓的insulin 加上一些葡萄塔 Calcine Gluconate 或者是用一些 Soldine Bicarbonate 或者是用Catholic 的一些质量 低血甲的部分呢 目前认为是可以给市场的 补充一些 Calcine Gluconate 来做所谓的调整 刚才提到的是 第一种最常见的 肿瘤急症当中 最可怕的一个 代谢的急症 肿瘤壞死症候群 另外第二个常见的 肿瘤代谢的急症 就是所谓的乳酸的酸中毒 在癌症的病人当中 特别是一些血液的癌症 或者淋发的癌症 还有一些固体的肿瘤 可能会产生 自动自发的 spontaneous的乳酸的酸中毒 这些呢 也会出现 除了在血癌 淋巴癌当中 会出现在一些乳癌 大肠直肠癌 卵巢癌 跟小细胞肺癌当中 更不惊讶的就是说 有出现这一类的 乳酸的酸中毒的病理来讲 通常的癒后 会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至于乳酸酸中毒的 一个病理生理的急症 最重要是因为说 乳酸的代谢 基本上是从所谓的肝脏的代谢 如果是一个病人 癌症的病人 他的 liver function 是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时候呢 肝脏没有办法 顺利的代谢 乳酸的情形 这时候就容易产生 乳酸的酸中毒 特别是癌症的病人 如果是有 很广泛的肝脏转移 这时候呢 肝脏里面好的肝的组织 相对的会减少许多 这时候就没有办法 负担起乳酸代谢的情形 这时候 这样的病人 就很容易产生 乳酸代谢的 乳酸酸中毒的情形 而乳酸酸中毒呢 通常会出现在那些 肿瘤心泛的范围很大 而且呢 通常很容易 通常是肿瘤进展的速度 非常快速的 癌症的病人身上 即便是给予 很好的一个支持性的疗法 一旦病人出现 乳酸酸中毒的时候 通常因为肿瘤的一个范围 已经很大 再加上肝脏没有办法 进行很好的代谢 通常他的死亡率 可以高达六成至九成 而且这种乳酸的酸中毒 会引起所谓的心脏的心力不整 鼻血压 而会导致所谓的 心血管的一个衰竭的状态